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也是我們台語歌手 張嘉穎老師要再帶來兩首好聽的這個歌 那我們台灣主演團 我這邊稍微小小的預告一下 我們接下來會有兩個比較大的這個活動 明年9月13號 台灣主演團將主辦我的個人獨奏會在國家演奏廳 到時候歡迎大家可以密切 再追蹤我們台灣主演團的FB粉絲頁 那後面的話我們即將第一次登上這個國家音樂廳大廳 所以到時候我們的樂器會蠻多樣化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來支持台灣主演團 繼續來聆聽我們的這個音樂 那今年很特別 因為我們就是特別邀請三位不同領域 不同族群的這個歌唱的老師 來跟我們做個這個結合 好接下來這首曲子叫做樂業稠 樂業稠他原本是平埔組的這個歌謠 跟台灣的這個美南語的這個流行的這個曲調 然後在日本的時代由這個鄧宇賢先生他所重新編曲 鄧宇賢他創作的所謂的四月望雨 四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四季齁 樂就是這一首 然後望出風還有雨夜花 所以他又可以稱為這個台灣歌謠之父 或是台灣民謠之父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我們台灣民謠之父 從現江湖 請大家掌聲歡迎詹佳穎老師 謝謝你 謝謝我們的 poe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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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